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无量寿经 上礼拜已经到了这个四十四品 所以今天进入第四十五品 独留此经 那么请翻开七百五十八页 七百五十九页 独留此经第五 无经谓诸众生说此经法 另见无量寿佛 及其国土一切所有 所当为则皆可求之 无得以我灭渡之后互生疑惑 当来之事经到灭尽 我以慈悲哀悯 特留此经止住百岁 请有众生执事经者 谁亦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心事难执难见 诸佛经到难得难闻 欲善之事文法能行 此亦为难 若人诗经信要受持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身 慈心清静 勇要欢喜 衣谋围起 或内出者 皆由前世成作佛道 故非凡人 若闻佛号 心中无疑 与佛经语都无所幸 皆从二道中来 苏阳未尽 未当度托 过心苦疑 不信向耳 这一品不长 经文短短的 那么这一品特别讲品名 就叫做独留此经 所以这是末法以后 所有的佛经要灭尽的时候 只剩下这本经留下来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 以慈悲愿力 特别把这本经留下来 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这一品两个重点 刚来静灭 佛以慈悲 特留此经 这边的佛就是 释迦牟尼佛 那么特留此经 只住百岁 知识经者 所以所愿 皆可得度 那这是经文里面的 身险佛此无尽 佛恩无疾 末法众生 业障越来越深 弥生 但是仍可仰赖释法 就是这个法门 净土念佛法门 而渡生死 极显释法 究竟方便不可思议 那么这里面呢 特别提到的 那个男中之难 无过此难 碰到三宝 能够相信 那更难 更何况呢 这个能够接受这个法门 所以三宝 稀有难逢 若人于此 第一稀有难闻 难信 一生成犯之妙法 能闻 能信 能受 能辞 当之世人 必是多解 熏修 素重善根 难能心有 超过一切 所以这叫做 男中之难 无过此难 跟金刚经讲的 类似 文字不一样而已 世人则为 第一稀有 顾非凡人 大概呢 这一品呢 就是特别交代 这件事情 所以请看 七百五十八印 所以黄天主老句是呢 要简单介绍 这一品 也是呢 用这两句话 佛以慈悲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续分里面的大教原品 大教原起品 第三品 那个文字呢 是在一百五十八页那边 放大光明 然后呢 从来没见过 所以启发 阿南 问说 为什么今天世尊 要表演这一套 所以呢 佛就赞叹阿南 这个是一百六十七页的文字 一六七页 当来诸天人民 一切含灵 皆因辱问而的渡托 所以从这边做一个 开始 做一个这本经的缘起 那么可见此经正因 世尊以无尽大悲 今该三界 欲诊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那个都是在前面 只是他在把他引诱出来 说佛为什么要特别讲这本经 就是这句话 欲诊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完全是佛的悲心 为了要帮助众生 杜脱三界的众生 说此广大圆满 简易之皆方便 第一夕有南游法宝 甚至呢 你看将来佛法要灭尽 佛以慈悲 独留此经 指出百岁 那么那时候遇到这本经的 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所以这个就是 整品的重点所在 所以墨学刚刚在讲义呢 也是把这个 用比较简单的文字 表演在那里 表现在那里 好七百五十九页这边 这个五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 为诸众生缩使经法 让众生能够见到无量受佛 所以呢 这边再强调一下 如果还是有人说 哎呀 极乐世界太快乐了啦 这个一般如果到那里 就没有动力发起大悲心啦 所以呢 还不尽然好啦 那有师姐呢 就把这个意见呢 问我说 那这要怎么解决 要怎么欠他们 我就谢谢 写一堆给他 主要的重点呢 就是说 从两尊佛来说 如果去了 在苏波世界 比较能够激发你的大悲菩提心 然后呢 去了极乐世界 反而比较不会激发你的大悲菩提心 那释迦牟尼佛害我们 你说释迦牟尼佛会故意陷害 想要有心发大悲菩提心的菩萨 还特别介绍说 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吗 对不对 不可能啊 再者 阿弥陀佛创造一个极乐世界 是让本来有大悲菩提心的众生 到他那边以后 就发不起菩提心 那不是两尊佛同时陷害想法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菩萨吗 怎么可能呢 我首先就跟他这样说 再者 我说 那是因为他没有详细读五量寿经 凡是升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 不要说是漏镜通 前面五种神通都有 难道他只能够看到极乐世界的快乐 他看不到其他像我们说破世界的苦难吗 你以为极乐世界的众生就跟我们现在可怜的 说破世界的凡夫一样 眼界有限吗 可见你没有读五量寿经 你不认识极乐世界 再来 反过来说 难道活得很苦 就真的能够激发菩提心吗 那你去看看那些很可怜的众生 他们受苦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有悲心去想要发大悲菩提心 那是你还有福报 多多少少一点不如意 但是平常又过得还不错 所以看到不如意的人 你就会觉得好可怜 偶尔发这么一点点慈悲心 所以这样子呢 在娑婆世界比较能够激发菩提心 那你要真的了解有大悲菩提心的菩萨行为 跟他的内心 你去看看释迦摩尼佛的因地故事 那个才是真正有大悲菩提心在说破世界的菩萨 他的行为 如果你能够像 这个我们释迦本师 在因地的时候 修菩萨道是这样子来 用悲心在行菩萨道 那我没话说 你可以不必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你很快就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很快就要成佛 当然这段话我没有写了 这段话一写 他们一定就更反弹了 我只有写前面那个 难道你认为两尊佛会陷害发心修行的人吗 尤其是想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众生吗 去到那边反而就不太容易发菩提心 奇怪了 完全不了解佛的用意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你看这边释迦摩尼佛自己讲 我为众生说此经法 令见无量受佛 他有特别的用意 就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当为者皆可求之 你要怎么做 你都要好好的去做 不要我在的时候 听我的话 多说啥啥做一点 我灭对以后 然后就附身疑惑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所当为者指的是什么 第二个 佛竟然有这种智慧 可以知道 他灭度之后 众生对这个法门 对极乐世界 又再生疑惑了 所以先解决后面这个问题 请看今天的讲义 佛灭后众生互生疑惑 佛有他的智慧 他知道 尤其是末法众生 于此法门 尚有犹豫不觉之疑惑障碍 所以在这一品 就特别叮咛 千万不要我灭度之后 你对这个法门 又再生疑惑 那么惠吉本呢 这个还比较客气 你看吴义本 他的经文 佛言我遇若曹 若曹就是你们 若曹所当作善法 皆当奉行信之 所以所当为者 如果根据这边的经文 是善法 所当作的善法 都要奉行信之 无得乎疑 我波尼环去后 就是我入列盘之后 辱曹及后世人 无得乎言 不要再这么讲 我不信有阿弥陀佛国 讲得很明白 不要有这样子的说法 释迦牟尼佛 在吴义本 特别这样写 说我不信有阿弥陀佛国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 我故令若曹 我故意让你们看到 阿弥陀佛国土 所当为者各求之 汉义本也是这样 到了未义本 才没有写得这么清楚 所以汉无两义 都很明白地写 怀疑什么 我不信有阿弥陀佛国 释迦牟尼佛 早就知道 到了末法 那更是 还是有这些众生在 所以特别交代 那么这个 所当为者 如果是雪如老人的梅柱呢 他是梅柱呢 他是柱解说是 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解释 那么根据经文 你看刚刚 无一本是说善法 那这边呢 皇帝主要就是引用会书 所当为者是什么 往生愿行 求愿往生的愿行 我觉得会书这样的注解 比较合乎前后文的这个意思 所当为者就是呢 求愿往生的愿跟行 所以呢 能顺佛经可得之也 所以这一段 就是这两个重点 这是上求下化 当然是一般的发菩提心 但是呢 如果是 是往生愿行 那更贴切 那第二个呢 是佛早就知道 佛灭度后 还是有众生 对这个法门 有疑惑 犹豫 好 那么特别交代 当来之事 尽道灭尽 我以慈悲哀敏 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讲了 特别是他的悲心 一定要让这本经 止住百岁 在那个时候 有众生碰到这本 无量寿经的 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所以这里面 后面这一点 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这个有什么解释 很重要 好 那么先解释 当来灭尽这件事情 华年祖老君是引用 善导大师的这段话是出自哪里呢 请参考讲义 是善导大师的 往生礼藏记 里面呢 他是这样写的 万年三宝灭 此境住百年 二十文一念 皆当得生彼 你看 只要听闻 一念的阿弥陀佛名号 皆当得生彼 愿供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那么这个此经 就是无量寿经 当然有人说呢 可能是阿弥陀经 因为是大本小本的不同 那么我觉得 说是阿弥陀经 也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无量寿经比较长 会背无量寿经的不多 什么东西都烧掉了 但是总会 有人还会背的 那就可以呢 把阿弥陀经背出来 因为早晚课都在 都在背诵 所以呢 什么东西呢 电脑也烧掉了 纸也烧 书啊 通通烧掉了 还有人会背阿弥陀经 所以呢 这个佛菩萨呢 就特别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 背 背诵出来 那有人会背 就有人可以再把它 也是听到再背起来 这样再传一百年 就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是 是阿弥陀经 留一百年 多留一百年的 可能性也蛮大的 那如果说是 一定是要这个 无量寿经的话 那得要有人会背 很多人会背 为什么要说很多人 到了末法 多大火 什么东西擦掉 然后人也不会死一堆吗 人也会死一堆 所以呢 会背无量寿经呢 如果很少 那说不定呢 就一个都不存在 也可能啊 所以这个呢 是说是阿弥陀经 留下来 可能性也蛮大的 好 那么七五九一 最后两行这边 引用静隐书 到错法师 慈恩 就愧疾大师 那么静隐就是那个会员 不是如山会员 静隐会员 然后一级法柱 望西 通通都这样说 就是讲 阿弥陀经 住是百年 所以经到灭境呢 未来法灭境之后 那么再详细讲 五百年是正法 向法一千岁 末法一万岁 也就是说这个呢 是一万岁 末法一万年以后 无量寿经还特别 阿弥陀经也好 无量寿经也好 再留一百年 所以是一万一千五百年以后 不过呢 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谨心根据法筑记 说呢 是真节七万节以后 那法筑记是什么呢 先参考讲义 法筑记只有一卷 他的全名呢 是大阿罗汉 他的名字叫做 《难提密多罗》 所说法筑记 《难提密多罗》 翻成庆友 那么这本书呢 是玄壮大师翻译的 在《大正章四十九册》 全书列举 护持正法十六大阿罗汉 述说 释迦法筑子实现 叫做佛灭度后八百年 是狮子国的斯里兰卡 圣君王的首都 有阿罗汉 叫做《难提密多罗》 他时间地点都讲出来了 他入灭的时候呢 他召集他的这些弟子 比丘比丘尼 为说十六大阿罗汉 跟他的眷属住处 然后呢 说正法住室的时间 所以是根据这一本里面 然后所提到的 那么这本书呢 是在唐永辉五年 西元六百五十四年翻译的 对十六罗汉的崇拜 就是从这边开始 也是算是西兰佛教 西兰卡佛教 珍贵史料 那么所引用的 如同课本七百六十页 这边写到 真节简节 每隔一百年减一岁 每隔一百年减一岁 人寿呢 会减到平均寿命 只剩下十岁 那时候呢 就是刀兵节 人与人互相见到呢 就怀疑都是要杀自己 所以呢 一定先把对方杀了 免得自己被杀 你看活到那种时代 你说哪有这么可怕 现在电影就在演啊 现在人类就有这样的想法啊 所以你说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 佛法暂时不见了 然后之后就变成真节 刚刚讲那个是减节 每隔一百年减一岁 那么十岁以后呢 大家觉得这样不行啦 一定要和平共处 否则杀杀杀杀杀杀到最后 都没有人啦 所以呢 就签订协议 彼此和平 这时候呢 慢慢的呢 就从平均寿命增加一岁 一百年增加一岁 一百年增加一岁 再叫做真节 真节到人寿百岁 平均寿命又恢复到一百岁 这时候十六大阿罗汉 跟眷属来人中 这个就是刚刚法筑记讲的 那个十六罗汉 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那么那这时候就有佛法啦 就度无量众生 乃至此周就是严福体了 人寿在增长到六万岁的时候 无上正法流行世间次然不息 到七万岁的时候 宾陀卢在十六大阿罗汉 就入灭了 入灭以后 真的就开始 佛法就灭了 所以法筑记呢 认为佛法真正灭 是那个时候 真节 人寿七万岁的时候 才有灭 否则的话呢 一万一千五百年之后 是暂时灭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过呢 这个只有法筑记这样说 一般经典里面没这样说 没这样说 所以最后 怀念祖老君是说 根据旺西斯的这个呢 他说还是要相信 参讨大师的说法 谨心法师 引用法筑记 这是参考就好 我们中国佛教大概呢 也都是用 用这个一万一千五百年 或者是呢 一万两千年 也就是说呢 正法因为有八禁法 又恢复到一千年 所以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加起来一万两千年 之后就没有佛法 不过呢 特别呢 没有佛法之后 特留此经 这一百年 这样子 就是这个无量寿经 那么后面这一段呢 七百六十页这一段 特别来说明呢 是佛慈悲要度众生 因为这本经讲的就是 净土 那时候众生呢 业障太重了 但是如果还能够相信净土 还是可以有得度的希望 那么 但是他特别提到静隐书 慧远 慧远法师的静隐书呢 又提到一个涅槃经 涅槃经呢 先灭 然后呢 无量寿经最后灭 不过呢 倒数第三行 黄天主导就是给他补一句 吉所能言经 涅槃经跟能言经呢 都是讲 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到末法的时候呢 众生就越来越难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本经先灭 无量寿经最后灭 对这个呢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静隐书 会提的是涅槃经 一般的讲法 是波舟三昧经 跟能言经 请看讲义 好 先看讲义的这个 最后 第一页的最后第二段 锦辛云这个 他书本就是呢 无量寿经 连艺术文章 人寿七万岁时 无上正法 方勇灭墨 故云 金刀灭尽 十六大圣 就是十六大罗汉 取灭度时 翠吐波便陷入地 翠吐波就是佛塔 舍利塔 佛塔 连佛塔呢 都已经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呢 就陷入到地底下去了 大涅槃经 广显佛性 圣教终身 诸圣人而先末 所以涅槃经先没有 此经就是无量寿经 为开尽土令人求生 既凡中之药 帮助凡夫 里面最重要的 所以独留百岁 所以基于基义 就是众生的根气已经变化了 所以末灭前后不可自怪 为什么哪一本经先灭 或哪一本经后灭 都是因为众生的根性的关系 那么所愿皆得者 就是留下来的利益 特别留无量寿经 就是呢 你碰到这本经 你能够相信 能够发愿 都能够得以往生 这就是特别留这本经的利益 所在 所以法灭尽 后文 上文 上获利 往生净土 何况 还没有到末法 还没有到整个佛法都灭尽 好 这个是 无量寿经 连异书人战里面的文字 再来刚讲的 灭盘经 所能言经 如果是 法灭尽经经里面讲的 其实就这两本 所能言经 波浊三昧经 现在 比较不怕 所能言经 现在比较怕的 真的就是 波浊三昧经 起码你看我们基金会 很多法师 很多老师 都有在弘扬 所能言经 但是呢 好像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开课 讲波浊三昧经 以前 有一位物照师 新红法师 他的硕士论文 就专门是写 波浊三昧经 跟进度法门 所以 波浊三昧经呢 好像比较少 有人去弘扬 所以真的担心 他会先灭去 因为一定要有人弘扬 这个才会留下 很多注解 所以你看当时候 我们这边 就把这个 所有 任言经的注解 从开始的 这个 偶一大师的 然后 妙心书 手陪法师的 原因法师的讲义 没话说了 再来呢 执掌书 然后正脉书 然后呢 保镜书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什么 总之呢 光是我们基金会 重新打字排版过的 就十几种 真的要研究 弄言经的人 真的 就有很多注解 还有原通书 就有天台的 有维世的 有 交光法师 正脉书的系统的 所以 就很方便 那很多人 去研究 很多人 去授持 当然 他这个法门 就可以 延续久一点 因为慢慢能够了解 就有人去送 授持 读诵 授持 所以 这个波浊三昧经 会先化去 先不见 非常有可能的 不过还好 现在呢 印了很多藏经 甚至做了很多光碟片 都存在很多电脑里面 大火一来就很难说 所以为什么以前 古人要去刻石经 刻在那个 很大的那种 岩石上面 他们其实也是担心 这件事情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他们怕 不见了 那 后来现在呢 有人是把它 做好之后呢 埋在地底下 那么 这个也是个做法 所以 这都是保存 文献 文化 的一个方法 那佛经应该也是会 做这样的一个 步骤 然后还继续看完 把这个法灭进经 这两步经先灭 然后十二步经 就是大圣经典 寻后 互灭 静不互现 不见文字 文字都不见了 经典都看不到文字 沙门 驾沙 自然变白 你说为什么要自然变白 就变成穿白色的 那就变成白衣了 不是那个衣服的料子太差了 洗一洗就变白 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当时候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演变 制度上面的演变 就变成了 驾沙 就变白色的 所以这个就是法灭以后的现象 用经典跟这个服装来都代表 好 那么七百六十一页 七六一呢 就开始解释 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岂有众生 知识经则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这个随意所愿 这句话是重点 碰到这本经 随意所愿 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呢 那七六一这边 皇帝主老居士呢 第三行 七六一的第三行 欲此经则 必满本愿 是乃证明独留此经之利益 法灭之时 文经尚得法义 往生极乐 何况现在文经信寿之人 焉有不生西方之理 几乎没有写 随意所愿 什么叫做随意所愿 就是发愿 也就是根据皇帝主老居士 这边简单的解释 随意所愿 所愿就是只是发愿求往生 只要你碰到无量寿经 能够信 能够发愿 都可以往生 所以呢 他就没有特别注解 可是呢 请看今天的讲义 雪如老人在这边的梅柱 特别去注解 什么叫做随意所愿 随意就是 所发的心不同 有人碰到这本经 发的心呢 可能只是呢 想要往生的心 里面没有道心 没有求解脱心 没有大慈悲菩提心 但是只要求愿往生 有 都还是可以 但有的人发心呢 碰到无量寿经 那时候碰到这本经 发心呢 又求解脱 想要出离生死 或者是呢 有发菩提心 那不管如何 那时候碰到这本经 只要呢 有发愿往生 不管你的发愿里面 有没有生死心 有没有菩提心 都可以往生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注解呢 雪如老人的梅柱 只有雪发心不一 我后面补充说明 发心不一 就会造成品位高下不同 但是呢 都会往生 所以 所以所愿就是呢 一定要有愿求往生 只是这个愿求往生的心里面 还是有品位的高低 第二个解释呢 在这个末法 已经经典完全灭尽的时候 还能够碰到这本无量寿经 碰到这个净土法门 竟然那时候的众生 还能够信寿 还能够有真实发愿求往生的心 你说他算不算善根甚深厚 不要说到那时候 现在 我们这个时候 也不过是末法时期才开始 就有人根本 就算读到这本经 读一读 就放在旁边了 根本不会真正想要发愿往生 那相对的 到那个时候 经法都都灭尽了 他只碰到无量寿经 竟然可以信寿 还真实发愿往生 当然是善根深厚 怎么会不往生呢 所以第三点就是课本这边强调的 那时候文经尚得往生 更何况现在 文经信寿之人 焉有不生希望之灵 你说为什么 那时候一般的善根 普遍的差 现在起码还可以 因为你不是只有这方面的善根 你还有其他各方面 大圣经典的善根 华言 法华 能言 这么深厚的善根 然后用这样子深厚善根 来求愿往生 求净土法门 当然一定更是能够往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经文的 谁愿 谁亦所愿 皆可得度 这个里面比较多一点 讲多一点的意思 好 接下来761的这一段 主要是要讲 你能够信寿奉行这本经 是难中之难 不过他逐次的 言难 等于把它一层一层的 把它列举出来 所以你参考讲义第二页 倒数第二段那边 这一段总共分成六个层次 经文所说 逐次言难 六个层次 第一个 如来出现在世间 你能够碰到 所以 欲佛 第一个难 碰到佛法 你还能够 文经学法 经文的 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这边讲经道 就是你真的 有在学习 有文经 有学法 碰到是碰到 但是不尽然 你会学 你想学 你看台湾 佛经很普遍 真的想要好好的来学佛法 学佛法的 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是第二层难 有学佛之后 你有没有碰到真正的善知识 第三层 说不定你就 以前是遇到卢圣燕 现在是遇到某某人 我们不讲 免得他的弟子攻击我 他们弟子很多人 穿紫色的 所以 遇善知识是第三层 第三层难 那么第四层难 你即使遇到善知识 文法能行 你真的能够依教奉行 跟着善知识学习 还真的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第四层难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讲法 一般的法门 一般的教理 第五层就是 文法此意为难 若闻诗经 没有 若闻诗经是第五层 对不起 这句诗经就是这本经 这是第五层 听闻本经第五层 然后听到这本经之后 愿意信要受识 那就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所以总共六个层次 去讲这样的难 分成这样的六个层次 好 那么 黄定主老居士先解释 碰到佛法 出现在世间不容易 必须要有一定的机缘 然后七六二页 也是把刚刚讲的那种 六个层次的难 稍微提了一下 然后接着他把很长一段的重点 放在解释 善之士 七六二页的第五行开始 开始解释善之士 他说那个善是必须对我有益 能够引导我走上善道的 知是他知心 是是事行 知是知心还比较好懂 事是事行什么意思呢 不太好懂 所以你看他引用的是法华文句 文明为之 渐行为事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看得到 大家普遍都认识他 原来 原来 渐行为事是这个意思 文明是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他 大家都看到他 这样叫做知事 知心事行 那善是最重要的 善是能够对我有益 能够引导我走入善道的 所以你看 相似相知 导我于善之人 称为善友 善知事 因此下面开始解释这些善知事 那么墨学呢 把他稍微先做了一个整理 请参考讲一第二页这边 善知事第一点 像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什么叫善知事 知真是忘 善能知真是忘 知病是药 他能够帮我们辨别什么是真忘 他知道我们的病是什么 能够给予我们恰当的药来帮助我们 所以相似相知 彼此呢 跟法师 跟师父 跟老师 相似相知 能够引导我走入善道的 义我菩提道之人 一开始是引用原觉经大书 课本的原觉经大书 就是中密 华言中无主 中密大师的注解 他用的文字 他用的文字比较多 你看 在导数第六行里面 了别真忘 通达真记 知众生根 应病与药 这用词呢 这用词不太好懂 所以墨学稍微给他改一下 就是改成讲义这样子 他能够替我们辨别真忘 他能够知道我们的根气 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 第二个呢 是根据安乐吉的讲法 能说圣法 圣法是什么呢 他用的是空无相无愿 三三昧 还有诸法平等 就能够讲到一切法的平等法性 空性 毕竟空 所以讲空性 因此才会下面课本这边写的 说法聚经里面这边写的 诸法平等 无业无报无因无果 不要看错了 你以为是波无因果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两句话 在墨学里面呢 就没有把它引用出来 因为怕大家误解 因为他强调的是呢 诸法平等 必尽空 你落入有因有果 因果是相对的 有业有报 业报是相对的 那个都是一种 一种一种 有漏的这种观点 现在还要讲的是 毕竟空 彻底无漏的 但是呢 虽然毕竟空 次然建立一切法 所以才会说 这个叫做生法 真正合乎 中到第一地 虽然毕竟空 却能够次然建立一切法 在一切因缘 婉然 有当中 还是必尽空性 因缘有 等于必尽空 必尽空 没有离开 因缘有 所以能够说 这样子的生法 是三之士 所以最后三行 这边就称赞 善之士 他的功德 是像懂童父母 因为可以张扬 我们的菩提生 善之士 是我们的眼目 能够帮我们辨别 这条路也没有走对 善之士 是我们大船 能够帮 把我们运载出生死海 善之士 是我们的绳子 能够把我们拉 离开那个生死 也就等于如果你掉到 那个淤泥 陷入那个泥沼里面 他绳子把你拉出来 救出来 所以呢 法剧经就说 想要得阿纳多德 善美善不提 一定要亲近善之士 跟着他学习 再引用法华经说 善之士是大因缘 真的想要学到 修到 成到 一定不能够 没有善之士 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 课本这边的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他引用 圆绝经 也就是说 课本这边只是 一直跟你提 你怎么样辨别 是善之士 依据什么样的原则 你去求 选择 善之士学习 你要认识啊 所以前面 前面那个呢 起码有一个标准 能说生法 再来 圆绝经这边 讲义这边呢 把重点点出来 正知见的人 心不住相 不着身闻 圆绝境界 那就是什么 菩萨 他是真正修菩萨的 所以不着身闻 恶圣的境界 虽现成老 就是他好像有烦恼 但是心很清净 事有诸过 好像呢 不完全清净 持戒 但是呢 他赞叹犯恨 这四句呢 为什么要特别 写这四句 因为 在圆绝经里面 特别提到的 就是末法时期 求善之士 你当着末法时期 你很难找到 像佛这样子 圆满的善之士 可是 你还是想要学 大圣佛法 这时候呢 即使这样的善之士 他多少有一点点烦恼 但是呢 他心很清净 他好像持戒 没有那么的清净 但是呢 他不会找理由 找借口 替自己犯不太合乎戒律的行为 在那边说借口 他反而说 哎呀 这是我不足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应该要真正的 要求清净的犯恨啊 要怎么持戒才对啊 大家不要学我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 这个就是呢 末法时期的善之士 他是有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在 不令众生 入不利于 就是配合前面那个 是有诸国 真正犯恨 但是呢 善能通达 本有决心 最重要就是 他能够 有这种 般若 空的智慧 第一地 真的了解 第一地 本有决心 所以 请看763页的经文 你看第三行 763页第三行 元绝经所云 末世众生 末法的众生 你要发大心求善之士 欲求行者 第一个 条件 正之见 你说正之见 正的标准是什么 因果 最起码的 生性因果 第二个 中道 也就是说世间的 当然世出世间都可以用因果来讲 但是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分类 世间的是生性因果 出世间的是中道 第一地 这个就是正见的标准 第二个 心不住向 不能执着 不容贪求 男女向 隐食 这一些财色名位 那还 贪着这些向 那就叫做住向 心不住向就是 不贪着这些五欲六成 然后也 不着生文言诀 是真正的 教大圣佛法的 发大圣菩提心的 第四点就是刚讲的 这个 虽献成老心很精进 似有诸过战争犯行 所以 圆绝经就是说 在末法的时候就是要求这样子的 那 你看他后面就有解释 什么叫 什么叫做正之见 注解里面 装密大师的大书里面 善达觉性 不应修身 这是 清净本觉 自信清净心 如来葬 如来葬性 能够在这里面 抉择无疑 正之见 善能通达 本有心觉 那么 再来 倒数第五行 大书再说 心不住向 刚刚墨学 把他比较白话解释 这边写 离凡夫 烦恼 若有扫法当情 什么意思 贪拙 贪拙男女 像贪拙明文立养 那就叫做当情 那个是还世间法 你看他下面标准更高 出世间的菩提涅盘 尚不取拙 境界更高了 所以你用金刚经 你用金刚经 里面写的 不住 色身相畏触法身心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 心不住向 然后 没有恶圣 这个 刚讲了 不着身为原觉 入不利于 就是最后一行 写的 坏贱之人 什么意思 贱贱坏掉了 没有正贱贱的人 虽不坏行 行为上 好像合乎戒律 知见坏掉了 不堪与众生 为其道远 不能为众生 作战之事 翻过来 七六四页 坏行 但是不破见 行为 不怎么合乎戒律 但是见解 是正之见 没有破见 人天 真圣福天 所以你 你为什么 一定要强调 他不破见 但是可以坏行 刚刚墨学提过 圆绝经的 第一句话 就告诉你 末法时期 这时候 你要求一个 很完美的 像佛一样的 善知识 已经不可得 所以只好 标准降低 但是最低最低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破正之见 否则 他即使行为 看起来 好像很了不起 好像很亲近 但是他的之见 是错误的 都不能跟他学 意思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 七百六十四页 这边 就开始 强调 你碰到这样的三知识 你要怎么样去 亲近他 怎么样去 珍惜他 你看 第二行 七六四第二行 碰到这样的三知识 要把它当成 世尊祥 要能够尽心恭敬 不念于恶 如臂囊圣宝 不得以囊恶故 不取其宝 他用辟语的 那个囊就是袋子 那个袋子破破烂烂的 但是里面装什么 钻石 装一堆钻石 或者装一大 一大颗的 十颗拉 一百颗拉的钻石 那你会嫌他外表 那个袋子破破烂烂的 没关系 没关系 里面 那个一百颗拉的 最重要 所以他就用这个辟语 不念于恶 然后再来 又如夜行险道 必人直聚 不以仁恶故 不取其造 那个人是坏人 但是呢 他竟然 拿了火把 可以引导我们 走暗路 让我们不会呢 落入危险 所以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的重要性 乃至后面 引用 引用大书 就是圆绝经大书 在引用法句经里面 强调呢 善知识的重要 最后呢 引用普觉品 这是普觉菩萨品 圆绝经里面 最后三行 末世众生 欲修行者 应当尽命 共事善有 是善知识 尽命就是 用生命去供养他 亲近他 那么真正的供养呢 皇帝主老句是写清楚了 恭敬善知识 最重要在 依教奉行 这才是重点 好 但是呢 甚至是呢 标准除了课本 所提到的这个 请参考讲义 末学认为 还需要多一些资料 让大家呢 多了解一点 首先呢 引用入菩萨行论 他讲的 两个重点而已 第一个 于大圣法义 西街 善巧 善巧 第二个 安住菩萨殊胜界 所以我把它简单的写 通达教理 大圣教理 通达大圣教理 第二个 延迟菩萨界 他的标准只有这两条 这个是入菩萨行论提供的 《华首经》里面呢 《华首经》里面讲四条 是善知识的判断标准 第一个 能够帮助我们入善法中 他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 指导我们修善法 第二 能障碍诸不善法 他能够认识什么是不善 然后呢 知道你不能这样修 他很明显的告诉你 绝对不可以这样修 这样叫做障碍不善法 第三 令人住于正法 前面是善法 这边是正法 那一定有层次上的差别 善法是世间的 正法是出世间的 第四点 常能随顺教化 有慈悲 有善求 什么叫随顺教化 随顺你的根器 他认识你是什么根器 能够知道 怎么样能够善巧来引导你 这里面要不要有教理 要 要不要有智慧 要 方便的智慧 所以是这四个标准 再来 大圣庄严经论 于邪师弟论 广论 一样都用这个 最具足的就是这十条 三知识 具足十种功德 应堪清净 哪十个 一者调伏 二者极尽 三者祸除 四者得真 五者有勇 六者金富 七者绝真 八者善说 九者悲生 十者离退 都各用两个字 然后后面 多一点点说明 第一个调伏 就是 他能够调伏自己的六根 有戒 与戒相应 第二个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第二个是与定 第三个是会 有戒定 会 三五六学 有定 极尽 有与定相应 他自己能够射心 内射固 就是往内收射 他不会乱跑 他有禅定 或除 就是有会 所以信念与会相应 烦恼断固 他具足 三五六学 戒定 会 自己有这样的三五六学 第四个 得真 这边 注解是说 戒定会 具 不缺 简固 那这跟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 在广论里面呢 他就 没有这样解释 广论里面 得真 就是说 比我们 真上 就是在戒定会 这三方面 都比我们高明 才值得 我们跟他学啊 否则我去 我去跟那个 看起来都跟我们差不多 接定会都差不多 那 何必跟他学呢 所以呢 一定是呢 比我们高明的 在三五六学上头 所以这个是 得真 的意思 第四 第五个 有勇 你看 利益踏实 不疲倦固 教学不倦 读家里面讲的 他自己可能很有修行 可是呢 碰到呢 根气很差的 像我们这样的弟子呢 他就没有耐心 我们想要跟他学 他发现我们根气太差了 每一次碰到我们呢 就不耐烦 不必了 所以 这个 相对的 各位如果发心 也要做人家的善知识 脾气要改好一点 要有耐心一点 否则不会有学生 类似像这样子 菩萨都 毁人不倦 利益众生的时候 不会疲倦 说实在话 墨学就缺乏这一点 那个电话 如果来问一个问题 讲三次了还听不懂 我就不耐烦了 讲三遍了呢 不耐烦就起来了 所以呢 我比较喜欢呢 好像呢 程度好一点的 那这就是我的毛病 所以不够资格 当什么善知识 然后再来 金富 就是第六个 德多文故 他的金就是呢 金教 教理学的多 富呢就是 丰富 所以呢是多文 教理学的多 第七个 绝真 了实异固 真的 绝了 真信 也就是真正的 深入的那个真如啊 或者是中道第一地啊 你真的有所了悟 不是只有教理 前面六 六呢 是教理 第七个是真的有 有开悟 真的有觉悟 然后第八个 善说 不颠倒固 会教学 善说 就是有那种 善巧方便 教学 听了就很清楚 不会语不清楚 然后 让人家听了迷迷糊糊的 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九 第八个 善说 第九个悲声 绝希望故 这个就难解释了 对不对 绝希望就是 他不会要求回报 他是真正的慈悲 想要利益众生 那个绝呢就是 没有 希望就是希望有所回报 纯粹就是想要利益众生 也就是说 很深的悲心 你说那个 跟那个游泳 游泳只是呢 你不耐烦 疲倦 你不能不耐烦 不能有疲倦 但是呢 第九呢 那就更深的悲心了 完全不求回报的 完全不求回报的 第十个 离退 于一切始 恭敬说故 就是 不管什么时候 都保持恭敬心 去说法 去教学 不会有那种退转的心 叫做一切始恭敬 所以 这个是十点 广论里面呢 他说如果十点不具足 起码要具足五点 可是哪五个 界定会三五六学 一定要有 再来 教理 跟这个悲心 一定要有 经负跟悲心 我印象中是这五个 你说为什么呢 他举例说明 他都曾经碰过的一个善知识 他不太善说 教学 不怎么高明 但是呢 他自己本身 有修行 教理也很清楚 也很有悲心 只是呢 他对教学这方面呢 没有善巧 所以 这个 还好的 那么 这个呢 广论讲到这一点呢 墨学就非常非常的 有感受 怎么说呢 在大学的时候啊 在我们台大 造传系啊 有的老师 真的很会教学 有的老师 上课呢 就开始 写一黑板的字 讲话讲很少 写一黑板的 所以呢 很用功的同学 就吵吵吵吵吵 像我们这种不用功呢 看到他在写黑板 就开始杜估 可是呢 他 依着这个黑板 去讲课的时候呢 又听得不是很清楚 不晓得 到底老师讲的 前后的意思呢 又不是 因为自己不用功嘛 所以那可能是 讲重点 如果你很用功 可能呢 你就多少 可以把它 片片段段的 自己把它连结起来 那你本身 又不是很用功 然后呢 他讲的又不是 很清楚 你就觉得 干脆我就回家 自己看书就好了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其实你会发现 他真的懂很多 他在黑板上面 讲的那些 写的那些 那真的都是 那一堂课 那个课程 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你如果 你真的很认真的 把它全部抄下来 抄在笔径上 拿他抄 黑板抄的 来应付考试 错错有余 所以 我们都怎么办呢 要考试的时候 借那个很用功的同学 笔记 然后开始 很用功的 开那个笔记 果然考试 有一定的成绩在 所以上课听 听不太懂 看书呢 自己看了 大概懂一些 然后再看到 他的笔记 这样子 大概就可以应付考试了 所以就可以了解 那个老师 他自己本身 学问不错 他不算教学 那世间的这样 佛门其实 也是这样 也是有这样子的老师 他不算教学 但是他自己 真的学得不错 修得不错 像这样子的 一个善知识 值得跟他学 不尽然 他要很会讲 有的人很会演讲 尤其是那种 大堂的演讲 其实 墨学有一个感觉 大堂演讲的技巧 跟我们这样子 每周都上课的 完全不一样 大堂演讲 顶多 给你两次三次 你只要在 这样利用 甚至只有一天 一堂 就那么一次 你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内 传达 你想要告诉 的理念 把那个重点 然后呢 用种种的 这一种证据 种种的说法 来强化 来让大家了解 你不尽然 要他完全接受 你只要能够 让他愿意听 演讲就够了 然后呢 让大家听得 觉得有趣 甚至会觉得 哇 这个老师讲得 真是好 真好啊 真有趣啊 这样子 演讲就成功了 但是像我们这样子 每个礼拜 要来上学的 真的是要来上学的 不能这样搞 你必须是让大家 真的有东西学得到 而且是持续学下来 你会发现 学了一个整体 所以 我比较尝试 这种上课的 要我去讲大堂 我开始就紧张 我曾经 曾经来这个 曾经这个 差不多几十个人 还不到一百人 我紧张得不得了 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讲不出所以然来 所以那个要训练 真的是要训练 所以这个呢 擅之是十种得恨 是种功德 只有论里面 会比较提到这个 不过呢 要特别再讲一点 你不要呢 学了这个之后 每次就把这个词 看到老师 看到法师 就把这个词 这样子量一量 它具有一二三四 没有 一二三都没有 这个不是给你 给人家评判的 是让你有一个 内心有一个准则 怎么样去选择三知识 来帮助自己的 是这个目的 不是让你拿来 评判别人的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 要小心 好 那么七百六十五页 回到课本 第一行 七六五页第一行 他说以上这边讲 遇佛 文经 遇三知识 碰到佛 碰到三知识 然后文法能行 真的跟他们学习 真的能够依教奉行 已经很难得了 甚为稀有了 但是他上面的这三种 知识 他只有写三种 莫过于下面的 听到这本经 信要受词 他把它简化 莫学士把它层次分多一点 他把它简化 碰到这本经 还能够信要受词 它合在一起 为什么我要把它分开 很多人都碰到这本经 很多人也读过 无量寿经呢 但是他能够信要受词吗 你说他不信吗 有一点点信 说他好要受词吗 很好 所以才会说 再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碰到这本经 还能够信 还能够信要受词 难中之难 所以他就引用静隐书讲 于义于法 处处宣缩 开显净土 叫人往生 读此一经 就是其他的 常常有不同的经典 也讲到这个 但是呢 想要开显净土 叫人往生的 就是无量寿经 其实就是净土三经 净土三经 那慧书又说呢 若闻诗经 知识闻熏 就是听到 你认识他 听到这本经 信要受词 是往生正因 所谓的受词 能够真的修往生正因 信要本愿 阿弥陀佛的本愿 受词明号 他把它拆开 信要是信 阿弥陀佛的愿 受词是受词 弥陀明号 词法超义诸教故 得义超出诸善故 重机通入暴徒故 五胜其入暴徒 我们以前特别提过 五胜其入暴徒 然后一生成半故 你要有多结束式的善根 超过诸难之事 所以叫做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所以最后他说 这样子的人 能闻能信 能受能词 当之世人 必是多结熏修 树众善根 难能稀有 超过一切 真的是 善根福德因缘 具足 才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自己 非常的珍惜 这一生 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机缘 最后这一段 有众生得闻 佛生 慈心清静 勇要欢喜 依毛为喜 累出者 皆由前世 曾做佛道 非凡人 导公来说 如果呢 看到这本经 听到这本佛号 听到这句佛号 心中无疑 对这样的经 都无所幸 他说从恶道中来 素样未尽 未得度托 千万 首先讲 千万不要根据这个 凡是碰到 不信这个法门 你说恶道中来 不要随便人家判 人家说不定 有其他的素式善根 只是没有接触过 净读法门 人家可能学华言的 学金刚的 金刚经的 学禅宗的 学为氏的 但是呢 素式比较少 学净土 这不代表人家都是从恶道中来 但是呢 为不尽然这一生能够得度托 那倒是真的 所谓的度托就是了托生死 想要想要了托生死 起码要阿罗汉 或者是出国须托还 这是默学一直强调 那么要修到能够正出国 正逝国 真的不是呢 一般人一生里面能办到 除非真的能够往生净土 所以呢 这个未当度托 道士 说得过去 说人家二刀中来 不尽然 好 766页 这边呢 他说呢 这个第一句 若有众生得闻 佛生 慈心清静 他说这个呢 是汉译的经文 吴译呢 是闻阿弥陀佛生 魏译呢 是得闻彼佛名号 唐义是闻彼佛名 宋义是得闻无量寿佛名号 诸义何参呢 主要他用这一个五个译本 他说这个佛生 就是指阿弥陀佛名号 闻就包括了闻名信寿 意思是说 你要解释前面 众生得闻佛生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慈心清静 就是代表他内心信寿奉行 是要解释这个 但是呢 前面第一行第二行 会让人家误会在哪里 请看参考讲义 也就是说 根据前后文 得闻佛生之后 能够呢 医毛未起 泪出者就是什么 你会 你会 我们台译说 起脚脖皮 你会好像有点这样子 起鸡毛皮 然后呢 甚至会流眼泪 莫名其妙就是 怎么这么感动 或者这么欢喜 讲的是这一种 如果根据前后文 要有这样的意思 你看汉译本这边 那么才有这个意思 这个汉译本这边 你看写的 佛远 其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 无量 亲近 佛生 他讲的是这个 无量 亲近 佛生 持心 温习 一时 永耀 心意 亲近 一毛围起 拔出者 接前世 寿命 做佛道 还加以注解 什么叫做 前世 寿命 做佛道 是他方世界的佛 或者是菩萨 他不是凡人来的 岂有人名 男子女人 闻无量 亲近佛生 不信有佛者 不信佛经语 不信有彼修生 心中 狐疑 都无所信者 这边还写的 比较更多 不信有三宝 不是说不信有 有净土法门而已 是不信有三宝 人家的原意呢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些人 是从恶道中来 那这个就非常有可能 这个逻辑呢 是比较合乎的 说人家不信 净土法门 就是恶道中来 会基本给人家省略了 所以原意本呢 这边是讲 不信有三宝 所以呢 是不解宿命 央恶未尽 未当得度托 故心中乎疑 不信向耳 然后无意呢 是也有 是这个意思 其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阿弥陀佛生 的确 他用的是 闻阿弥陀佛生 然后前面 汉译是 闻无量亲近佛生 都有这种 一毛为奇 或者是内出者 但是呢 皇帝主老居士说呢 唐义啊 送义啊 卫义啊 也有这样的用词 其实不是在这里 好 讲义这边呢 第三页就写到了 卫义 唐义 送义 都是在745页的上下文 哪里呢 各位看一下 745页 745页这边呢 他是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因念喜爱之心 他讲的是这里 卫义 唐义 送义 是在这边 闻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是卫义呢 是得闻彼佛名号 唐义呢 是闻彼佛名 送义呢 是得闻无量受名号 因念欢喜 是连接在这里 跟那个一毛围起 或者是不信有三宝 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不要误会 以为五种原义本都有呢 这个一毛围起 类出者 或者是三恶道中来 那个只有汉无两义才有 其他三义 没有这一段 一毛围起 类出者 这个 其他三义没有 莫学引用这个 只是让大家 了解这件事情 否则呢 你看欢迎主导 就是以为 五种原义本 都有这一段 没有 只有两个义本有 那他所引用的 七六六月的 这第一行第二行 那是配合前面 七百四十五页那边的 那么 曾做佛道 我们刚刚看原义呢 是说 他是他方佛 或者他方的菩萨 请看七百六十六页这边 第几行呢 二四六七 第七行 或者是第六行 佛所得之无上菩提 叫做佛道 引用方便品说 世尊皆说 一圣法化无量众生 另入于佛道 所以呢 佛道是 道于佛地之万行 成佛之道了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你修这一道 修佛道 能够帮助你成佛 这样叫做呢 做佛道 你曾经修过佛道 所以非凡人 是这样子的意思而已 如果皇女主导句的解释 只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刚刚 根据原义本 他是说 他方世界的佛布萨来的 那境界就高一点了 那皇内族老居士呢 就引用金刚经里面 类似的经文 来证明了 这个人不是简单的人 你看他引用金刚经 七六六页的倒数第五行 若当来世后五百岁 其有众生得云士经 信解受此 世人则为第一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引用林峰大师 就是偶一大师 破空论 金刚经破空论 他说这个就是信修大果 怎么说 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你绝对不能够信金刚经 你对金刚经能够信解受此 代表你对于 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都是无相 当体无相 他的标准 他的解释是这样 也就是你要解释经文 德文士经信解受此 第一稀有的众生 是你必须要了解 无事相 才是真正的信解受此 金刚经的众生 所以当然是第一稀有 所以黄年主法就是 只是引用金刚经 以此类推 对金刚经是这样 受此无用受经的人 也是这样 为什么 无量受经是 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若能生信 当之是人 不是凡人 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 而且他在说 那是原教 本经讲的是原教 所以于原教能生实信 真实的信心 原解原修 原人 所以原人修行 可抵常人修行一劫 他把他最后再把他说 依据这本 无量受经修行的人 是修原教的人 所以才会说 那不是凡人 他的意思是这样 导过来说 对这本经 对这个教法 胡于不信的 是三恶道中来 会几本 就是这个经文 就会让人家 这样误会 如果原意本人 没有这样说 就是你不信三宝 不信有三宝 才说十三恶道中来 那么 皇帝主表居士 为了解释这本 也是引用金刚经的 你看 于后末世 有授词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者 把他讲详细 有人听到 这授词金刚经 有这么伟大吗 心急狂乱 胡于不信 金刚经 有这么伟大吗 你就胡于不信的 然后呢 净土念佛往生 有这么了不起吗 这世间男性之法 不是凡人 那你自己在说的 很多人也说 心有阿弥陀佛 想要求生阿弥陀佛 在世间 想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都不是凡人 他马上这样子 老人卖瓜子 卖自夸 一定都有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黄天主老居士 才要引用金刚经 他说 你看金刚经 佛都这样说了 最后你看他的结语 法能越殊胜 世人越难信 所以依照这本经修行 是因为你依着 原顿妙法去修行 你对原顿妙法 会胡于不信 那是常有的事情 他的解释是这样 但是默学就怕 有人误解这一段 请看讲义第三页 第五行开始 底下都是我自己的意见 见词经文 我们的一者 心庆自己 深重善根 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 没有疑惑 那就要更加努力 让金生 能够完全成熟 我们素质 种下来的这种 善根种子 这是讲我们 我们已经深信 这个法门的 你要更加努力 让素质 种下来的那种种子 让金生就成熟 第二 如果是他说的第二种 你不太信 胡于不信 就要醒悟 而生 因众忏悔心 为什么对这个法门 还有疑惑 那怎么办呢 努力 求解 深信 这从解门 念佛去脏 从心门 一个从解门 一个从心门 这是释迦牟尼佛 说这一段文的本意 如果你看到金文 这样说 了不起 修净土就是非凡人 我们不信净土的 都从三恶到终来 反生嫌恶心 他说那个是 你们后来人 自己编的 释迦牟尼佛 这样说吗 更加不信 此经而佛口清宣 棒此经是伪造 不是不可能 恐怕 这样子的人 更加深 罪业 所以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 引用 阿弥陀经的经文 也是这样写的 当之我于五卓二世 行此难事 得阿弥陀佛三不提 这已经很难了 为一切世间 说此男性之法 视为甚难 所以偶一当事的要解 就解释 这个阿弥陀经讲的 信愿辞明一行 不设施为原转五卓 就是信愿辞明 就能够转五卓为五卿 这个法门 唯信乃入 非施意所行境界 不是一般施意的境界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本师 透过无量节的修行 发愿要在末法二世 五卓二世的时候 来成菩提 设非本师来入二十世的菩提 是他自己发愿的 要在五卓二世 视现成佛 如果不是本师 有这样子的悲心 以大智大悲 见此行此说此 这个此就是信愿辞明 法门 见到这个念佛法门 也修这个法门 也说这个法门 众生就没有这个因缘 能够接受这个教法 所以要完全感谢释迦牟尼佛 他的悲心 也要认识到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 除了悲心大悲之外 大智 所以 我一大师这边写 若不生之其甚难 真的你能够依教奉行 信愿辞明 不知道这个法门 甚难 将为更有别法 可出五卓蓬勃宅里 蓬勃就是整个火宅 通通火烧起来了 认为还有另外的法门 可以跳出去 五卓二世 细论分然 都是细论 唯有生之其甚难 就是阿弥陀经讲的 事为甚难 你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特别讲 为一切世间说此男性之法 这件事情 事为甚难 是他说这个阿弥陀经 这个事情 很难 你真的了解 释迦牟尼佛的那种 悲心跟智慧 方肯使尽偷心 保持一行 很珍惜这个法门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本师 所以几口说其难 甚而生主我等当之 的本意所在 所以如果不是偶尼大师 给我们这样强调 阿弥陀经我们 几乎每天在念的 很多人把它当成日课 你就不知道说原来 连释迦牟尼佛都说 要在娑婆世界 成佛已经很难了 要以佛的身份 为这个娑婆世界 讲这个法门 事为甚难 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所以偶尼大师特别点出来 要了解释迦牟尼佛的悲心 他特别交代 我们要知道 这件事情很难得 要好好的珍惜 这个意思就在这里 所以不要看到 那无量寿经那一段 反而起那个嫌恶心 好 这是第四十五品 接下来我们先把 四十六品的经文 先念过 勤修坚持 第四十六 佛告明乐 诸佛如来 无上之法 实力 无畏 无碍 无浊 圣身之法 及普洛密等菩萨之法 非易可遇 能说马人 亦难开示 身故坚信 实意难遭 我今如理宣说 如是广大 唯妙法门 一切诸佛之所称赞 互主如等 做大守护 未诸有情 常业利益 莫令众生 轮舵五去 备受为苦 殷勤修行 谁顺我教 当效于佛 常念施恩 当命是法 久住不灭 当坚持之 无得毁失 无得为妄 增减金法 常念不觉 则得道解 我法如是 做如是说 如来所行 意应随行 总修福善 求生尽差 这一品的经文 就到这里而已 这边呢 我们还没有解释的时候 先讲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48品讲完 不是这本经就讲完了 不要忘记 我们是从经文先开始 前面还有一个 还有那个 十番开题那个 还没讲 不要误会 不要忘记了 所以不会有的时候 快讲完了 快讲了 这本经快读完了 没有 还有前面很重要 先说一下 好 那么这一品的重点 勤修坚持 46 还以为说 软居士是不是 想要在今天 把他讲完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 休息一周过年 没有没有 除了后面两品 还没讲 两三品没讲 还有前面 好 OK 勤修坚持 那么这一品的内容分三 世尊呢 主护大众 要守护本经 一开始讲的 要好好守护 特别是交代 弥勒菩萨 那么世尊如此 因众护主呢 是因为 这本经在末法中 唯一此 就是这本经 能会以众生 真实之力 会众生以真实之力 做生死海中的明灯 引导众生 出离苦海 这就是为什么 世尊要如此 因众护主 第三个呢 要劝育众生 行解相知 不是只有在解门 行门呢 要互相的配合 随顺佛教 求神进度 所以这一品 勤修坚持 当然就要 行解相应 所以才叫做 勤修坚持 那么这里面的 做大守护 第一段的 那个做大守护 为什么叫做 做大守护 这样的守护呢 胜过呢 保护你自己的头目 眼睛啊 头啊 超越常情 所以叫做大守护 那么弥勒菩萨 在这里 在这个无量寿法会上 受释迦牟尼佛的 护主 所以呢 他一定遵照 释迦佛的交代 当来下生 也一定讲这本经 传这本经 第三个 最后那一 那个八句 常念不觉 则得道解 我法如是做如是说 如来所行 因应随行 总修无善 求生尽叉 黄念主老君 甚至说 这八句 是全经的总结 为什么 长行文到这里 结束 第47品 是用祭颂 再讲一遍 然后最后那一品 只是告诉大家说 文经得益 有哪些众生 因为听了这本经 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所以整个经文的总结 就在这八句 最后那一组老君是说 这个就是 静宗修行的纲要 对这八句 要特别重视 好 所以呢 你看 七六七页的这个经文 一开始 佛就对着弥勒菩萨讲 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等等等等 非亦可遇 能说法人亦难开示 你说他讲的是哪个呢 其实以上讲的 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实力无畏 无爱无浊 圣神之法 波罗密菩萨之法 就是配合下面讲的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 广大为妙法门 就是这本经 也就是说 这本经里面 有哪些内容 佛的无上之法 佛的实力无畏 无爱无浊 圣神之法 还有 波罗密菩萨法 通通都在这本经里面 一开始看到经文 是要这样了解 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我这边在第三页最后一段 就说如来无上之法 就是这本经 因为全经正式说明 阿弥陀佛所证的 实力无畏 无爱无浊 圣神之法 如来无上之法 就是这本经 完全是讲佛的境界 还有诸上善人 极乐世界诸上善人 所行的波罗密等菩萨之法 那下面引用大制度论 的这段话 那么也就是呢 应该七六八页的第三行 我写成第二行 其实是第三行 制度论云 制度论云的那一段话 不太好懂 所以我把前后文列举出来 我们很快地把它念过去 须不提欲诸天子 须不提对着这些天子讲 我说佛及涅槃 正至如幻如梦 佛跟涅槃 这二法都是如幻如梦 这二法虽妙 皆从虚妙法出 所以他也是空 所以这二法 佛跟涅槃都是空 所以如幻如梦 所以者和 从虚妙法故有涅槃 从福德智慧故有佛 所以既然是有因有缘 才有的 四二法都是属因缘 无有实定 所以说他是空 说他如幻如梦 以要言之 另外一段呢 总结来说 涅槃是一切古境 必尽常乐 十方诸佛菩萨 弟子众所归处 安稳常乐 无过世者 最高的就是涅槃 是必尽常乐 一切苦都没有了 必尽常乐 所以涅槃 不会被魔王魔人所破 涅槃是无上法 所以他说呢 阿比坛里面讲 有上法则是一切有违法 跟虚空 非至原尽 无上法则至原尽 所谓涅槃 也就是呢 没有智慧能够 原得到他的 事故知 无法胜涅槃者 没有超过他 你说那奇怪 前面又说呢 涅槃跟佛 如幻如画 后面又说呢 没有法 没有任何一法 胜过涅槃 你说这个是怎么意思呢 空性 涅槃 也是空性 所以他前面讲呢 佛跟涅槃 都是空 因为呢 都如幻如画 所以既然如此 没有一法胜过涅槃 没有一法胜过空性 所以这个是七六八页 黄念祖老军 是引用之都论的这段话 事故知 无法胜涅槃者 的前后文 否则呢 你不太了解 什么叫做无法胜涅槃者 甚至呢 你还可能读错 断句断错 知无法胜过涅槃 所以空性 涅槃 毕竟空 那个是如来的 无上之法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第一堂课 先到这里 好 休息15分钟 好 我们继续第二堂课 那么已经把这个 第46品的经文 念过了 所以呢 我们开始解释 768页这边 那么这边呢 开始要解释 他的第二句经文 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实力无畏 这个佛的实力 那么其实这个实力呢 在你看 讲义这边写到 讲义第四页这边写到 其实在前面的 全识功德第17品 442页这边的经文 就讲过了 那边呢 极乐世界七宝池 里面的池水呢 波扬无量 唯妙法音 里面有一个 实力无畏 深 那那个时候呢 皇帝主老去是在筑简呢 有列举那个实力 但是呢 没有解释 现在呢 768页这边呢 就有多一点解释 那那时候我们在讲 讲那边的时候 就是后面有解释 所以呢 我们到后面来解释 那这边就一定要解释了 不能就说这边呢 前面都解释过了 这边就不要解释 好 所以呢 请看好 768页 第一个呢 是 诀 四处 非处 自立 那么处呢 他说是道理 知道这个 物的道理 非道理 或者是呢 是众生的 因缘 果报 四处 非处 四处 就是合乎道理 非四处 就是不合道理 所以呢 什么是合道理呢 善业善报 因果相弃 如果呢 是做恶业 却希望恶报 因果违背 那非处 所以 佛很清楚的知道 众生造的 善业 恶业 善报 恶报 必然之间 业报 必然之间的道理 这是第一个 所以呢 课本这边用的是 绝 那么请参考 讲义这边写的 大致论呢 有多 两个字 如实之 你说如实之 就是绝 OK 可以的 如实之 是处 不是处 那 是处非处 是法界次第 出门 里面的用字 是处非处理 这都 据手论 用的是呢 处 非处 自立 没有那个是 实力经也是 没有那个是 处 非处 所以用字不太一样 以此类推 下面的九个呢 也是这样 那列举 讲义的那个表 是让大家 做一个对照 参考 有的字呢 比较简略 有的字用的 比较多 但意思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 跟课本这边 用的呢 字又可能会 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呢 意思都一样 所以为什么 要列举那个表 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第一个 佛的实力呢 就是佛的智慧 能够知道 众生的 业因 跟果报 之间 必然的关系 他很清楚 有没有合乎 因果道理 这样叫做 四处非处 第二个 业智力 所以为什么 一定要强调 四处非处 就是有没有对 因与果之间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对 第二个是业智力 是知道一切众生 三世因果 业报之力 或善不善 或有肉无肉 所以跟第一个 很像 对不对 所以不同在哪里 第二个 纯粹只是 知道三世因果 的智力 没有强调 业因果报 彼此之间的 对不对 第一个是 是很强调 善业善报 恶业恶报 如果恶业 想要得善报 那就叫做非处 第二个是 完全知道众生的 三世因果业报 没有去强调 四处非处 第三个 定制力 就是知道众生 修禅定 是什么境界 是什么样修法 解脱三昧 禅定解脱三昧 佛完全知道这一些 不管世间的禅定 出世间的禅定 第四个 根治力 知道众生的根性 根基 知诸众生 诸根上下 随机施教 所以就是 特别用个上下 就是众生的根性 有高有低 佛通通知道 第五个 欲治力 那个欲 就是好要 要欲 知道众生的知节 知道众生的 种种的要欲 所以你 对照那个讲义 大致度用的是 知诸众生 知众生 种种欲 可是据者论是 种种圣解之力 到的实力经 是种种要欲 圣解差别之力 所以到的实力经 就两种 一个是好要 一个是圣解 都把它写出来 所以课本这边也是 把它写 第一个 知解 跟好要 分开都讲了 都在那第五个 欲治力 也就是说 佛很认识 我们的问题 不管是有 善根的这边 或者是 我们的那种 好要 是什么 他都很清楚 所以他才能够 随机施教 随着众生的根气 来用不同的教法 第六个 戒之力 这个戒 就是种种境界 你看 于世间众生 种种境界不同 如实普之 不同的境界 比如说 人 跟鬼 跟畜生 是什么样子的 一种果报 他都很清楚 什么样的境界 都很清楚 再来七者 知处之力 知一切道 知处 所以加一个一切道 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下面再补充说明 修什么样子的教 修什么样子的道 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位赐 他举例说明就更清楚 修五戒十善 就能够到人天的果报 你修八正道 这种无漏法 你就能够正得涅槃 前面讲的是世间的因果 这边讲的是出世间的那种 道 跟修道的结果 是什么 会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修到什么程度 会有什么境界 他通通很清楚 这就是第七个 知一切道之处向 然后第八个 宿命之力 那他所知道众生的宿命通 那不是只有 只有几生几世 也不是只有八万大劫 他这边写的 乃至百千万事 甚至 寿命 姓名 苦乐果报 通通之道 这个就了不起了 阿罗汉也不过能够知道八万大劫 佛可以知道 无量百千万劫 第九个 天眼 宿命是自过去 天眼是自未来 跟现在 现在跟未来 所以你看 见众生 受生 舍抱 生生死死 从何到来 向何处去 还有呢 善恶业缘 苦乐 无障碍 所以呢 加上现在的 知道未来的 现在 就是后面那一句 什么样的月圆 有什么样的果报 他通通没有障碍 都能够知道 第十个 漏尽之力 他知道你 祸 烦恼 断干净了没有 一切忘惑习气 永断不生 如实之 不受厚永 他自己当然 已经证得了漏尽 但是呢 众生也没有 修到漏尽 他自己 佛一看 就知道 他能够替你判断 所以 这就是佛的实力 原则上的 这实力 都是智慧功能 智慧的功能 但是呢 讲义里面 列出来的表 你看有实力 经大致度论 有据舍论 有大圣 有小圣的差别 因此 在讲义 请看到讲义 对这种实力的说明 那就不一致了 所以大圣 义章 帮我们 做一个分别 从七方面 来分别 大小圣 对这个如来的实力 在说明上面的不同 有七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 体性不同 小圣 讲如来实力 是用 第六识 旺识 就是第六意识 大圣是用 八识 阿赖耶识 甚至是用 如来葬心 真如本心 为体 去讲的那种 智慧的功用 所以所依的 是什么为体 是第六意识来说 还是用八 阿赖耶识 还是用真如本心 第二个 智行不同 小圣 就是这十种智 但是大圣 这十种智慧 是不同的角度 整体上来说 就是如实智 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小圣 这十个都不一样 但是大圣 这十个是 不同的角度 去说明如实智而已 第三个 心缘不同 小圣与法 攀缘而分别而知 要有缘 缘着境界 对着你 佛马上知道 要对着境界 才能够知道 大圣讲如来的实质 是无缘 普知 不需要条件 平常 他如果想要知道 就能够普遍的知道 小圣不是 一定要缘的 某一类的众生 某一个众生 这样子 第四 知法不同 小圣的实力 但能了知十二因缘 是圣地 大圣是了知如来 这样 这个大家看就懂了 第五个 多少不同 小圣只有说实力 大圣来说 这个实力是一个 刚领 原则性 讲这十方面 扩展出来 无量力 第六个 一个常 一个无常 小圣主张 体性无常 大圣认为 其体常住 那个体 就是前面的第一个 第六意识 还是真无本心 然后 第七个 得度不同 小圣认为 佛在树下 成道时 得到 这个实力 但是呢 说 总性以上 不是只有佛 总性以上的菩萨 就可以分得 不是圆满 但是可以分得 佛才是圆满的 但是呢 小圣说 一定要佛才有 这实力 所以呢 这个是大小圣 对这个实力 的不同 有这七方面 可能你平常 很少 看到这个 所以如果 根据最后一条 如来实力 那这个如来 不一定是圆满佛 分正佛 也可以有 只是呢 没有那么圆满而已 好 以上这个是实力 再来 无畏 就是事无所谓 那么你看 769页课本这边 为什么叫做无畏呢 主要呢 是化他之心不确 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他不会有害怕 不会有担心 所以现在讲的是 佛的事无畏 就在那个十七品 一样的 全此功德十七 实力无畏那边 442页那边 有解释过了 所以他这边 就不再写了 那边解释呢 是佛的事无畏 那么请看讲义 为什么要强调 是佛的事无畏 因为也有 菩萨的事无所谓 不是只有佛 有事无所谓 菩萨也有 所以佛的事无所谓 依据据舍论 他用的词 比较简单一点 正等觉无畏 就是呢 实质为信 实力中的第一个 处非处之力 一样了 他有这种觉智 能够知道 一切众生的 因与果之间的 正确的因果关系 不正确 他也很清楚的 可以给你点出来 哪里不正确 所以这个是 拒责论解释呢 第一个正等觉无畏 第二个呢 漏永进无畏 没有烦恼了 佛完全没有烦恼了 所以他说 以十种智慧里面的苦极道 跟他心四字 以外的六字 为信 实力中的第十个 漏尽智力 是同体 所以那个十字呢 就没有去查了 主要是要让你 做一个对比 跟实力里面 漏永进无畏 就是第十个漏尽力 第一个呢 是跟四处非处立 同体 第三个说障法 无畏 那么十道灭二字 以外的八字为信 实力中的第二 一夜熟智力 之三是造业因缘果报力 夜易熟智力 据舍论用的后 所以就是说障法 你说什么是说障法 你看啊 看清楚哦 夜易熟 众生所修的夜 是什么果报 夜与果报之间 他通通很了解 所以你修错了 障法 你造二月了 会有什么果报 他很清楚的 给你点出来 他不怕自己说错 那像我们没有神通 人家问我说 哎呀 做这样子 我好像不对呢 将来会有什么果报 我说 根据我的了解 大概 大概是这样 因为现在呢 我们没有天眼通 没有宿命通 从理上来判断 应该是那样 大概是那样 我们不敢肯定 佛不会 是怎样子的恶业 是有什么样子的果报 会造成你修道上面的障碍 他说的一清二楚 很肯定地告诉你 所以这样叫做说障法无畏 第四个呢 是说出道无畏 就是呢 如何正确地修行 能够解脱生死 他也很肯定地告诉你 你这样修就对 前面是说 你这样修一定错 第四个是 你这样修一定对 讲白了就是这样 就是 他说跟实力里面的第七个 骗行 骗去行 也就是呢 你看我们用的是 自处道立 你这样修道 会有什么的果报 他很清楚 这样叫做说出道无畏 所以很明显的 这样四种无畏 根据顺正理论 这样帮我们整理 就更清楚了 前两者 是佛自己的功德 自立的原德 里面第一个是自德 第二个是断德 断德就是肉永进 他的肉就是无名 断干净 断德 后面两个是立他的原德 一个是修断德 一个是修智德 你有没有修错 有没有真正的断烦恼 他很肯定地告诉你 有 没有 有没有修对 会不会正果 很肯定地告诉你 对 不对 所以全部是立他的 断德 自德 这个是佛的事物所谓 菩萨的我们比较少看过 几乎看的都是佛的事物所谓 这边 让大家弱个印象增长一些 佛学常识 然后宝语经里面 就写的比较多一点 文字多一点 反而清楚一点 你就配合下面的总结 第一个叫做 文托德尼 受词读诵 演说其意 得无所谓 这就是能词 无所谓 托德尼就是种词 所以你听了学习之后 你能够记得住 能够种词 受词读诵 还能够演说 这是菩萨的第一个 无所谓 第二个 宝语经写的 由于是正道 无我空性 所以不恼乱他 即不限恶相 俱身无过 守护威仪 三叶清静 都说 好长 所以后面主要 抓一个重点 知众生根 因为他正无我了 所以能够知道 众生的根性 不恼乱他 不限恶相 然后三叶清静 等等的 第三 以般若为方便 善能通达 所受此法 又常不妄思 又能视线 不放异 念诸众生 出离清静 唯有障碍 都无所谓 绝以无所谓 第四个 不于一圣格求出离 众不妄思 一切自信 能得圆满 种种自在 方便地一切友情 都无所谓 达报无所谓 只能够 只能够是这样子 稍微这样简单 因为平常真的很少看到 这个菩萨事无所谓 所以 增长一点佛学知识 然后 回到课本 前面经文讲 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实力无畏 解释完了 再来 无碍 无浊 圣圣之法 他先解释无碍 再解释 无浊 黄年主老就是 解释无碍 自在通达 互相射入 融通两者为一体 他举例说明 像灯光 可以互相射入 就是无碍 那我们 我们现在这样的灯光 比较不是那种明显 如果你用两个 那个圆形的那种台灯 你让他护照 这样子 请问 东西放在这中间的时候 请问这中间这个东西的亮度 是这边给的还是这边给的 你说应该两个都有 好 所以在中间是两个都有 那请问 这边的灯泡 除了他自己放光之外 他能够接受到这边的灯 照来的 当然可以 以此类推 这边的灯泡也能够接收 这边的灯照过来的 所以这样叫做 可以互相射入 彼此无碍 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两个灯泡就好像是两个个体 两个事项 放出来的光 可以互相射入 就好像两个生命 是两个众生也好 是一佛一众生也好 其实都可以融通无碍 事事无碍 他是要举例 说明这件事情 但是怕大家一下子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他就引用华言中的事无碍法界 他说据大明法术 大明法术其实就是三藏法术 那三藏法术为什么是大明法术呢 请参考讲义 因为是明代的亦如法师编的 他是明朝 所以就简称叫做大明法术 那为什么叫做法术呢 你看他说是 把大藏经经典里面 这些法术名词 依真术法类编转而成 比如说从一星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这样子 依着这个数字 这样一直法术术术术术术术 这样一直编编编上去 一直到八万四千法门 总共收集了一千五百五十五条的法术 所以为什么叫做三藏法术 从三藏经典里面 把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样的数字跟法有关的 这样逐条列举编转而成 这样叫做三藏法术 大明法术是因为他是明朝编的 那么后来我们查字典 大致上都会依着他 做一个依据 但是已经不够用 如果全部是法术 他不够用 好 七百六十九页 这边说根据三藏法术 讲华元宗的四法界 第一个是第二个理 第三个理是无爱 第四个是是无爱 第一个是是四项 所以讲的是众生设法心法 有差别项 有分纪 分纪就是有一定的范围 有一定的界限 这样叫做四法界 有差别项 有一定的范围 有一定的界限 理法界 那就前面的这些众生设心等法 有差别项 但是同一体性 同一个理体 理性 从这个角度去讲 这样叫做理法界 其实这边就可以叫个无爱 理无爱法界 为什么 因为差别项有爱 但是呢 是共同一个法性 那就进入了无爱 那请问这些设心等法 差别项 同一个体性是什么性 空性 也可以是真如本性 也可以是如来藏性 你要能够认识到 诸法的法性 毕竟空性 就是认识到理法界 然后再来讲第三个 理是无爱法界 为什么后头的理 跟前面的事 两者之间可以无爱呢 因为理由事显 事难理成 每次解释这两句呢 我说很简单 你看不懂 就是缘起信空 你要了解空性 你真的了解 一切法通通都是缘起的 所以缘起的事项 因缘合合所起的事项 既然是因缘合合缘起的 它必然是空性 你要了解空性 那个理就是了解缘起法 所以这样叫做理由事显 空性借由缘起 你就看得很清楚 而缘起的事项 它之所以能够缘起 因为空性 如果不是空性 怎么可以缘起呢 所以事难理成 缘起的事项 通通都是空性 所以这样一来 理跟事是互相融通 所以经论里面很喜欢用 瀑布啦 水流嘛 还有火焰啦 这个都是墨学以前都举例过的 静中巷啊 这个这个水中月啦 通通是类似像这样子 这时候理跟事就融通 你看到这样 你能够证得这个 就叫做理事无碍法界 所以那个理 空性或者是如来葬性 一切法为心所限 那个心就是真如本心 那个心就是理 一切法就是事 一切法为心所限 所以是依着如来葬性 依着理而有一切法的事 一切法为心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理是无碍 事是无碍 那既然是一切法都是空性 所以呢 我常常说 你看你数学很简单嘛 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 那A跟C是什么 A跟C是差别的事项 那中间的B是什么 B就是如来葬性 空性 差别等于空性 空性等于桌子 所以差别等于桌子 这怎么可能 这对我们委员 你刚讲A等于B B等于C 我还可以了解A等于C 可是你把A、C带入 差别跟桌子 这个就最后的结语是 A等于C 所以差别等于桌子 对我们方法委员 这不可怜的事 这个什么逻辑啊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还是觉得 桌子是桌子 差别是差别 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项 所以你还会有这个疑惑 我举这个例子 还有这个疑惑 就代表你A不等于B B也不等于C 桌子不等于空性 空性也不等于杯子 在你的观念里面 你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相等 所以才会说 桌子怎么可能等于插杯 这些问题所在 那更不要说 前面讲的都是无情 有情等于无情 那更难理解了 桌子等于如来藏性 如来藏性等于人 所以人等于桌子 怎么可能 所以对我们而言 这个实在太难理解了 所以为什么难理解 世事无碍 就是因为 理跟世根本没有无碍 那为什么理跟世没有无碍 因为你根本没有了解理 也可以以此类推 你根本没有正确认识 如实之 世法界 所以不要以为 我们凡夫大概可以了解 世法界 华言中立着四种法界 世法界其实就是 这样逐次逐次的 这样推演过来 是要让你了解 你真的了解 如实之世法界 你才能够认识 世法界后头的理 正确了解理法界 你才能够理事无碍 有理事无碍 你才能够真正证得世事无碍 所以这就是性解行政 华言讲性解行政 那个解 就是要解这个 世事无碍法界 这种世法界 因此你看他这边 倒数第五行 七六九月倒数第五行 就写一切分纪世法 分纪就是有差别 有范围 有界限的 这些世法 称性融通 都跟理性 都跟那个真无本性 称就是相应 都跟那个性 是相应的 所以都可以跟理融通 既然十一切事 都跟理融通 所以一件事 跟多件事 一多就可以相及 就像刚刚刚讲的那种数学事 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 任何的事都可以套入这个 所以就是一多相及 还不打紧 还可以大小 一毛孔 可以容纳三千大千世界 诸佛菩萨在这里面 转法轮 毛孔 很小 而且还不是毛孔 是毛端 你的体毛 那个毛的尖端 这是正报 最小的 还有说一微层 展开成三千金卷 微层一报 三千金卷 那也是一报 那如果微层里面 可以容纳十方佛国土 哇 那这里面有正报 有一报 通通都在一个微层 一报 无情里面 所以花言讲的就是这个 四肢为法界 那你真的了解这个 整个极乐世界 华藏世界是如此 极乐世界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他最后讲的 今此今所宣 正是如来似理无碍法界 与似似无碍法界 这种圣生之法 经文才会说 无碍无浊 圣生之法 他说先用无碍 圣生之法 那无浊是什么 当然是没有知浊 所以引用金刚经里面讲 无有定法 明安的多了身份 生不提 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为什么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 如来是随机教学 应众生的根器 而有不同的说法 这样叫做 无有定法可说 如果你把它执着 有一定法 那你就着相了 所以无所住而生其心 要能够生 无所住心 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 所以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不可以着有 不可以着无 简单的说 是这样子 然后呢 破空论 我们讲过了 偶一大师对金刚经的注解 叫做金刚经破空论 他说解释这一段 无上菩提 是超勤离间 即是就近彼岸 不但无非法相 亦无法相可得 非法相就是无 法相就是有 不但不要说有 没有有相可得 也没有无相可得 故云 无有定法 名无上不提 所正 佛所正的既然是这种超勤离间的 所说的也是超勤离间 所以才会说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为什么 识相彼岸 是言语道断 心情 触灭 不可取说 不可取 不可说 但是为了要帮助众生 以世西谈因缘故 就可说 既然所说的法 完全是随顺众生的根器 用世西谈去说的 所以 每一句 每一字 通通都是超勤离间 离过绝非 因此 每一句 每一字 通通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实在有点困难 你真的要去懂金刚经 又要去研究它 最后告诉你 不可以研究 不可以执着 那一开始就不读 就好了吗 又不行 又不可以不读 读了之后就像你 又不可以执着 到底是要怎样 所以 不容易 这个波罗经典 真的不容易 所以原则上 如果我们从中道 不拥有 不拥有 不拥有不拥空 但是呢 也不可废有 不可废空 所以天台习惯用的就是 双遮 遮就是遮子 不拥 双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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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 这样的话 理解的话 我们起码 原来是这样 你从这种双遮 双遮 的中道 去看金刚经 去看金刚经的注解 你就比较明白了 原来他讲的 无拙 是指这个 然后现在呢 净土法门 无量寿经 他说 你看释迦牟尼佛说 这本经 就讲如来无上之法 讲如来的实力 讲如来的事无所谓 讲如来的无碍 事事无碍 讲如来的无拙 甚深之法 那怎么样配合到 我们净土里面来 你看今天的讲义 把这个无碍无拙 配合到净土里面来 因为无碍故 所以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才叫无碍啊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啊 既然如此 所以佛的法 借身 佛身 能入众生心想中 众生心 可现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 庄严境界 无碍嘛 所以只要你能够 念佛 得三昧 得念佛三昧 那种无碍的庄严境界 就可以现前 无碍的法界身 就可以现出在你的心中 无拙故 众生念佛 正因为如来已经证得 这种无拙的境界 所以可以帮助众生 恒超三界 可正万得 众生正万得 虽正无所正 还是没有离开众生心 本来具足的圆满决心 因为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无拙 得念佛三昧 就把佛的那种 无拙无碍的境界 就弃入我们的本心 弃入我们众生心 佛的那种无碍无拙的境界 就在我们的众生心中 现出来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恒超三界 究竟一生成佛 那其实也就是圆满 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 佛之哪里叫做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这本经讲的就是 这个境界 一开始他就说 如何如来 无上之法 实力无畏 无外无浊 圣圣之法 通通都在这本经里面 我今如理宣说 广大为妙法门 就在这里 所以金刚经 那么难解的道理 就用在净土念佛里面 就比较能够明白了 再来讲那个超勤离间 七七灵月 那个偶一大师的扑空论 一直用这种超勤离间 超勤离间 那到底怎么样正确的解释 这个超勤离间呢 请看今天讲义 引用要解变蒙超 的这段话 但愿心佛绝代 以超凡勤 以离圣见 原来超勤离间 就是超凡勤离圣见 若愿心佛原荣 原该四聚 荣会百非 由非凡勤圣见 所能够所及 达不到的 所以心佛绝代 绝代就是超越相对 进入绝对的观念 进入绝对的境界 所以这样叫做绝代 你了解这种绝代的道理 然后就能够超凡勤离圣见 如果更加上一句原荣 那你就能够四聚百非 通通圆荣在一起了 也不要特别去强调 离四聚绝百非 禅宗里面强调 离四聚绝百非 现在原荣之后 原该四聚 荣会百非 那远非凡勤圣见 所能了解的 所以对这两句话 生无生论的解释 也是这样 但约诸法绝代 离过绝非 已经超过一切凡 众生勤妄执着 凡勤 再多几个字 众生的勤妄执着 圣见就是三圣贤圣 所见的差别 就这个叫做超勤离见 如果诸法渊荣 那渊该是去荣会百非 游非 凡勤圣见之所能及 故总力超勤离见为中 这是什么 念佛 测悟大师 测悟大师在他的语录里面 念佛以什么为中 绝代圆荣为中 以超勤离见为中 这测悟大师的开始 绝代圆荣为中 超勤离见为中 所以不容易 念佛法门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 把这个超勤离见这样解释 回到课本770页 接着解释来说 这样子的法门 不是那么容易遇到 也就是没有素式善根的 不是成做佛道的 你不尽然会碰到 碰到的不尽然你能够相信 能够信受讽词 然后下面 能说法人 亦难开示 那个是为佛与佛 乃能就尽诸法实相 是佛的境界 所以才会说 会说法的人 也不尽然能够开示 开示出来这一种 这种法门 只有佛的智慧 才有可能的 所以他这边写 导数第五行 770页 导数第五行 如本经云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这句话是在前面 360页 360页那边是 我看一下 360页 是圆满成就第九品 在第九品里面 他这边写 法杖补 毕丘 修菩萨行 激功磊德 无量无边 于一切法恶的之在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只是有这句话在 好 回到七七灵 最后四行 既然 不容易碰到 开示的人 也不容易开示 若人能于此 一切世间难信之法 能生信 盖有多事所重善 跟旌旗发动 这真的是万劫千生 稀有难逢的一天 所以要兼顾生信 十亿难招 那个就是经文 华内主老师 为了解释这两句 要兼顾生信 十亿难招 就是说 这个真是万劫千生 稀有难逢的一天 所以后来 靖空老师 很重视这句话 你要真的体会到 我们这一生 能够碰到这个法门 你还能够深信 信受奉行 真的是百劫千生 这边还用万劫千生 不是百劫 还万劫 稀有难逢的一天 不是一天而已 就这一辈子 所以要好好把握 这一生 再跳过去 那下辈子就很难说 什么时候 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整个地球的环境 在大变动 台湾的环境 也在变动中 中国大陆可能好一点 但是毕竟 毕竟佛教 比较扎实的 还是在台湾 大陆慢慢的是 有培养起来 但是他们弘法 就我所知 还不是那么自由 还是有些限制 你这个太轰动的 太热门的人物 他很害怕 所以我们金空老上 被封杀 就是因为 他们内心害怕 就怕这个 所以好不容易 中国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所以不可以 再有搞独立 再有宗教活动 配合独立运动 那还得了 所以不只是台湾 他害怕 新疆 疆毒 藏毒 还有蒙古 其实他们这几个地方 他们内心都很害怕 所以宗教不是那么自由 还不是像我们台湾这样 所以真的来说 整个净土法门 最殊胜的 还是只有台湾 好继续 我亲主理宣说 最后这一段 一切诸佛所称赞的 这个 做大守护 所以他说 这一段就是 特别讲 那个主护 副主 交代下来 一定要好好的坚持 那么他解释 广大唯妙法门 经文的广大唯妙法门 他把它拆开解释 什么叫广大 因为原具万德 土披群姬 所以广大 然后再来 唯妙 这个法门能够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所以太过神奇了 不可思议的唯妙 所以这个就是广大唯妙法门 然后一切诸佛之所称赞 他说两个意思 就是第23品 十方佛战品 23品 这个经文是在474页 474页 十方诸佛 通通称赞无量 说我不可思议功德 再来 阿弥陀经也是这样 比诸佛等一真正 我不可思议功德 说释迦牟尼佛 能为生难稀有之事 那也说伯国土 五着二世 说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 所以十方诸佛 赞叹释迦牟尼佛 能够在五着二世 说这本经 而且这本经 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就是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是十方诸佛 所称赞 所护念 那当然 弥勒菩萨是将来成佛的 所以当然 释迦牟尼佛 特别交代他 要做大守护 为什么叫做大守护呢 这个大 就超越一般的 法门 低稀有 守护这种 低稀有法门 这样子的守护 叫做大守护 再来 这个用守护 要大过于守护自己的生命 所以叫做大守护 比生命还更重要 唐义本也是用大主蕾 这边用大守护 所以最后这一句 黄天主 就是你看写的 于无量受贿上 受佛护足 所以弥勒菩萨当来下身 一定弘扬 无量受尽 所以现在劝人家 只往生弥勒净土的 那么勉强到 去到弥勒净土 弥勒说 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去到那边 弥勒菩萨说 你跟我好好学 OK没问题 但是呢 我还是劝你 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去跟阿弥陀佛学一学 也很好 好 好 最后一段 不是 最后第二段 这一段呢 为诸有情 常业利益 莫令众生 轮堕武去 备受为苦 你怎么样让 让众生 不要堕武去 备受为苦 让他能够呢 得常业利益呢 你看就是 当令事法 久住不灭 当坚持之 无得悔失 你用这个法门 来交给众生 就能够让众生 不会堕武去 备受为苦 整段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看 七百七十二页 黄念祖老居士 他就讲了 末法中 为此 能会众生 以真实之力 所以一定要守护 为众生 做生死海中明灯 引导众生 出离苦海 赖此妙法 令各类众生 疏离生死 不堕武去 免受众苦 所以 殷勤修行 他说这个殷勤修行 到最后这个 他解释得非常简略 他把他重点讲出来 要自决绝他 坚持经法 精勤修行 养抱佛 随顺我教 当效于佛 昌念思恩 他说这三句 都是尊师重道 依教奉行 不可以违背本师 不可以离经叛道 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 就是令四法 久住不灭 既然要想要利益 这个法门 让他久住不灭 你自己没有修 怎么能够久住 所以才说 要坚持之 无得为失 毁失 无得为妄 真简经法 那我们看一下讲义 当效于佛这边 雪如老人的梅柱 他说当效于佛 他旁边写了 佛立法故 常念思恩 那一句 传慈法故 当念四法 久住不灭这一句 他每一句 修慈法 弘慈法 所以为什么要对佛孝顺 因为佛立下这个法门 传下这个无量寿经 就好像父母 立下我们的这个家规 一样 所以你真的要表现孝道 那就是完全遵奉父母的教诲 家规这样做 然后要念思恩 怎么样能够念思恩 报思恩 传慈法 修慈慈法 红慈法 尤其是你要让这个法门久住不灭 你自己不修不红 法就在你身上灭掉了 你说要靠别人 反正都有法师都去红 那没错 这别人红法 是他的法门久住不灭 你自己这边不见 在你这边不见 所以才会说 坚持之 不要毁师 无得为妄 真减经法 所以 皇帝主才会写 赖慈妙法 让各类众生 各类 树离生死 不堕武去 免受重苦 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 了解到这里来 你真信 真了解的话 你就要注意世尊这段开示 要注意什么 就是刚刚墨学强调的 你要让众生 不要多武去 倍受为苦 你要让他们得长业利益 你真的发慈悲心 想要行菩萨道 你就是修持法 弘持法 用这个法门来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那个才是真正的 世尊的真实弟子 真正的随顺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所以墨学才会这样写 你要注意看这一段 佛特别交代 对着弥勒菩萨这样交代 要让众生 不要受苦 你就要依照这个佛的教法 要报佛恩 就是要让这个法门 久住不灭 所以一直强调这个道理 让大家加深印象 你说我没有办法上台演讲 不像你有这个机缘 我上礼拜就说过 不一定要上台讲 你碰到任何有缘的人 你就把你所了解的 这种净土法门来劝他们 不过也要方便上脚 不要劝到对方起反感 我最怕这个 有的人那种劝就好像 你会得听我的不可 好像你所学的通错 只有我告诉你的这个才对 我真的很怕这样的人 他虽然很热心 但是呢 我都碰到这样的人 我都会内心都想 哎呦我赶快逃吧 例如说 你一定要 这个就是念佛就好了 不必读太些经 他就认为最糟最对 好像读太多教理 都是错的 同样都是念佛 他就一定是 他的才对 我的就错 我碰到这样的同修呢 我只要 我们大家都能往生就好 赶快逃 因为你有你的根气 你有你的修法 你修得很高兴 很得力 那是你得力的法门 那我不竟然完全适合这样的方法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弘扬这个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的时候 我认为你要保留这样子的一种善巧 不要硬是叫对方一定要完全听你的 只有我的对 你的通通错 这样马上人家是反感的 即使你很好心 你的好意啊 他没办法接受 等于你的好意啊 就传达不出去 达不到效果 如果你保留一点善巧 他或许一刚开始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只是接受一点点 但是呢 你弃而不舍 碰到他多少说一点 他多少接受一点 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 到最后发现 想一想 我自己修的这个法门 好像如果没有把握 还是往生比较好一点 他起码会动的这个念头 我修禅宗 我修华言 看样子呢 我这辈子要能够 彻底的能够达到得解脱 好像没有那么有把握 就如同无量收金里面讲 还是来往生 比较有保险一点 那我起就这样讲 那就达到效果啦 那如果他是 素式上根深厚的 他很会修行的 那我们从更深的教理 让他了解 你说龙树菩萨 登地菩萨 无浊菩萨 这一些菩萨论师 他都是很有修 很有证的 人家为什么也是发愿往生 不管是往生弥勒净土 往生弥陀净土 通通一定是要去跟着佛 跟着大菩萨修行 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 一定要跟着善知识 所以不论你要求生 弥勒净土也OK 那你求生弥陀净土也OK 总之不要忘记 我们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 自己靠自力修行 是很危险的 那这样的话 你跟他讲 他或许就想一想 好像有道理 他或许这内心就在抉择 那到底我要生弥勒净土 还是修弥陀净土 他就会自己去研究 刚说嘛 这种人已经很会修行 他自己就会去判断 但不管他是求生 哪一种净土 弥陀净土 弥勒净土 都好 都很好的 好 最后这一段 长面不觉 哲哲道解 刚说了这一句 这段话 你看黄天主老巨是在七七二页最后一行 诱经八句 实为全经之总结 静中修行是纲要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 你看他这注解很长 一直注解到七七七页 他说 这个长行文 在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就是祭宋 所以 这个呢 这八句呢 是静中的末后句 全经的结束语 这八句里面 有理 有事 有住 有正 正住并显 如来密葬 何盘托出 整个如来的这种教学 关键都在这里 所以开始呢 就解释了 一句一句解释 那我担心大家 这个看太多 反而就忘记重点 所以我帮各位整理出来 请参考讲义第五页 最后两行 常念不绝 可以是常念本经 无量寿经 也可以是常念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而且常念 就是一定要静念相继 这样才叫做常念不绝 所以重点是在这里 那至于七百七十三页的解释 我把他的里面 往生正音是第二十五品 他讲的这一段文 是在五百三十八页 受辞读诵书写供养 昼夜相续 在五百三十八页 就是常念不绝 非是小胜 那是四十三品 这边呢 于此金中生导师想 是在七四七页 七百四十七 受菩提记是四十四品 这一段 有异义菩萨退转 那是七百五十七页 假使满中大火 都能够超过 那个是七百五十七 所以这边呢 就是念本经 常念是念本经 但是呢 后面就写了 受此本经 受此此经者 依教奉行 如佛训悔 真畏生死 发菩提心 深信窃愿 持佛名号 这四句是 测误大师的开始 侯念主把它 用到这边来 刚刚好 真畏生死 发菩提心 以深信愿 持佛名号 所以常念不绝 依照无量说经 就是 常念 阿弥陀佛名号 不绝 就是静念相继 你能够这样修 常念不绝 择得道结 就是能够呢 往生 决定往生 原正三不退 原生是土 就静涅盘 所以 讲义 就把这个呢 你看 择得道结 是 信愿持名之法 心做心事 果决因心 所以得道结 那个解释是在哪里呢 是在 七七四页 七百七十四页的解释 你为什么这样常念不绝 就可以很快的得道呢 因为 念佛的道理 就是心做心事 事心做佛 事心事佛 果决因心 这个果决因心的解释在哪里呢 请看七七六页 七七六页的第六行 佛果决 久以原成 经我念佛 以佛果决 作我因心 故我因心 顿同果决 所以就是如同偶一大师讲的 你这样信愿持名 念佛善根福德同佛 而且皆是已成 这样叫做果决因心 责得道结 你念佛 就善根福德同佛 所以为什么得道结 很容易成就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这样叫做 常念不绝 责得道结 所以你看 这个七七四页 第二行 持名念佛之法 是弥陀大愿之本 罪意下手 罪意成就 异行法 所以叫做 尽中尽 所以得道结 就是很快就能够修行成就 对于这一个 你看讲义的第六页 修行进入 修行进入 引用阿弥陀经书超 这段很长 重点就是 两个 念佛 持名念佛 尽中尽 于门学到万里窈条 念佛往生 古称进入 所以是把 其他法门跟念佛相比 念佛 是捷径 同样都是念佛 念佛 一法 互有多门 持名念佛 是进入之中 进而又进 进入中的进入 是持名 最快 贺冲 彭举 技咒 龙飞 这个都是形容 所以后面就解释 前面那个是书文 后面这个是超文 一是较量于多种敬业 二是简别于 本部大本 所以是进入修行 入小而结 叫做进 小而呢 遇念佛简单 唯理简单 然后结 那是念佛成功迅速 所以 这个 比较起来 念佛比其他法门容易成就 然后持名念佛 又比其他的念佛法门容易成就 其他念佛法门 你看 十项念佛 众生葬众 解悟者息 不容易修实向念佛 观向念佛 向去环武 因成见断 观想念佛 众生来心出尽细 妙观难成 如果你修六度万恨 所作凡多 重处偏罪 你不容易找到重点 为此持名一法 简要直觉 但能纪念 便得往生 所谓的 但得见弥陀 何从不开悟 不其实相 实相弃焉 所以念佛是修行进入 持名念佛又是念佛中的进入 所以叫做尽中尽 甚至还说尽中尽又尽 尽入中的进入 你说你们念佛的都想要超尽入 那又怎么样 我超尽入 我终于很快能够达到目的地 你不超尽入 你嫌我超尽入 那到最后看谁先成佛 我们讲的最后的目标 就是成佛度众生 我快一点成就能够成佛度众生 有什么不对 我又不是世间的偷鸡摸狗 我的这种事情 偷鸡取巧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下面就是去解释 贺冲已过凡情 贺已经能够比一般的鸟飞得高 那比大鹏鸟 那比不上 大鹏鸟可以飞得又高又远 然后呢 既奏超群马 但是呢 还不如龙可以飞在天上 更快更远 这样子 所以后面都是在形容这个 这个就是修行进入 好回来 七七四页的第四行 我法如是 做如是说 他说 这个叫做佛语凡雷正 说法师之侯 像金刚王宝剑 割进一切勤剑 我看这两句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但是华年主就看出特别的地方 全显如来本心 以佛心印 印证本经 这话就说对了 我法如是 我所证得的佛法 就是这本经 所以我把我所证的境界 做如是说 所以之前说来 这两句就是印证前面的 你能够长面不觉 则得道解 我所证的佛法 我所说的佛法 就是这样子证 这样子说 你照我说的 修 没错 常念不觉 则得道解 我法如是 做如是说 就像他举例 六主为人印证 如是如是 如如是 我意如是 通通都是这样 所以你照我说的去修 没错 就可以真的跟我一样 所以请看讲义 第六月第一行 他说这两句 全显如来本心 以佛心印 印证本经 再来 我法是如 我所说即是如如 正是如来 称性之流露 是尊心印所印记 皆是大悲慈悟 如理之说 所以要自诚信寿 这一段就在解释哪里呢 774页 最后四行 到775页的这边 我法如是 就是他正得如来藏 正得真如 真心实相 就是无量寿经讲的 真实之计 我法如是就是 整部无量寿经 就是真实之计 做如是说 就是开化显示 真实之计 把这一个 自己所证得的 开化显示 讲出来 所以你看 775页的第一行 整部经 都是从如来信海 在大光明 在大光明藏中 自然流出 从如来的智慧里面 自然流出 每一个字都 含有无边的庙理 每一个字 每一句经文 都在描述 弥陀信修 恶德 所共庄严 都是在开示 侮辱佛之之间 所以这一段 就是在讲 华言经 所讲的 法华经 所讲的 跟无量寿经 所讲的 没有两样 但是 怎么样 正德 常念 不觉 责德 道解 比华言 比法华 更加方便 然后最后 七七五页的 最后四行 如来所行 亦应随行 如来所行 是什么 分开成 阿弥陀佛跟 释迦如来 阿弥陀佛的 大愿 大行 我们要 跟着他学 所以参考讲义 第六页的第三行 弥陀的大愿 大行 成就净土 是我们要随学的 释迦如来 在五卓二世 能够开示 这一种 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 此就近成佛 殊胜他命 能否法门 会以众生 正式之 这也是我们 要跟他学的 所以就分开 这两个 如来所行 释迦如来 跟弥陀如来 都要跟他学 所以这个就是 七七五页 最后四行 到七七六页 这边讲的 只不过呢 他用了 弥陀要解的 这一段话 那这一段话呢 我们将来 再读弥陀要解 接下来 就无量寿星 讲完之后 接着我们要来 读阿弥陀经 我们就用 弥陀要解 变蒙超 做课本 这边呢 就会多说一点 所以这一个 整个来说 就是因心果决 以佛果决 作为因心 所以你看 这个讲义 第六页 最后一段 以佛果决 作为因心 其实 能言经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用词 即以佛果决 用为己心 若出未出 犹如砖火 欲燃其木 名为暖地 世家型的暖胃 就用这个 用佛觉 以佛觉 用为己心 用比较多的文字 讲 以本觉全体 就是佛觉 我们的正如本性 本觉全体 作为我们的始觉智 叫做用为己心 这样的话 全修再信 全部的始觉 跟本觉 无恶无别 始本不恶 这样的了解这句话 以佛果决 作为因心 所以这段话 不太好了解 没关系 我们还会再说 最后 众修福上 求生尽畅 最后这两句 七七六页 最后的这五行 众修福上 就是修福 修善众福 也就是舍恶行善 从这边开始 先从这边讲 断恶修善 再来 修三福 再来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 众修福上 先从断恶修善 再进一步 变成是 敬业三福 再来 进一步到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 众修福上 那么 讲义这边 就包括了 正著恶行 也就是说 正里面 断恶行 断恶修善 修三福 算助行 一向专念 正行 这样子 众修福善 求生尽差 你看 黄天主老居士 在七七七页 是 他说 这一句 一大仗教之总归 整个 金仗 的总归 华言 以普贤十大行愿 导归极乐 现在无量寿经 是中本华言 最后这一本 中本华言的 无量寿经 最后 以求生尽差 普劝有情 同归极乐 刚好合乎 弥陀佛的本愿 也合乎 释迦如来 十方三世如来的 本心 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同入 弥陀一圣愿海 得真实 就尽大力 愿最重要 发愿最重要 一定要发愿 求往生 所以第五 第六行 246 修行他法 想在今生 超脱三界 难行道 为此求生尽差 称为 异行道 所以最后 长寒文结束 就是求生尽土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过来 对 我 还会 请 请 感谢观看